蘇貞昌辦公室 在今天下午是由發言人張宏露 以及羅志正來出面召開記者會 他們最主要來指控的就是 對手陣營 有些侯友宜要掏襲他們的政見 最主要他們是發現7月24號 蘇貞昌他所提的 這個世大支柱以及城市美學 這樣的政見 竟然被侯友宜的 安居樂業四項政策給抄襲了 標題看起來略有差異 可是如果仔細稍微看一下內容 幾乎是雷同的 同時我們第二大支柱 是所謂的扶老席幼三個寬心 那侯友宜的政見 是所謂公托四年翻倍 一樣的一個支柱 一樣的一個願景 第三個是蘇恩昌院長 承襲他在蘇市長 蘇縣長時期 所謂一箱一特色的做法 我們提出了產業創生 一箱一特色 2.0的主張 那可能侯友宜不敢用這樣一個字眼 所以他用另外一個字眼叫做 客區發展產業特色 最主指控侯友宜抄襲呢 另外他們拿出了95年行政院的 治安匯報的這樣的會議紀錄 當時侯友宜確實有參加在其中 但是侯友宜卻把這個契機車降低 這個釋竊率這個落馬的這個政績 攔在自己的身上 因此他們拿出這樣的一個會議紀錄 表示當時侯友宜確實是有參與的 不過呢 整個一個政策的形成是 大集合了眾人的一個智慧 包含了當時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他所做的才事 因此他們認為侯友宜不應該叫做 厚友宜而是叫做厚臉皮